人生万变,起跌无常 风雨同路,与你同合 创业开修车厂非常辛苦 地点也没有,然后升降机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就是拿一个清津地 然后有人叫我们服务 我就拿着工具箱 可能在马路边就办了 把这个事情做了 想生孩子,但一直都没成功 我们结婚的青年都没有 只要谁在边上说一句 抓紧时间生哦 越想越生气,就能哭得稀里哗啦 巨额罚单从天而降 两万五到十万块 我就相信主一定会发生 熙熙攘攘的旅客 气势宏伟的建筑 位于葡萄牙波尔图老城区的盛本堵车站 被誉为最美丽的火车站之一 一走入车站大厅 最吸引眼球的就是由葡萄牙画家所设计绘制的 两万片蓝色彩绘瓷砖 每一幅画都呈现一个历史故事或者生活场景 从1905年贴第一块瓷砖到1916年全部完成 前后用了11年的时间 圣本堵车站也是北部重要的枢纽 承接了波尔图和临近地区的铁路交通 既能服务探访亲友的本地人 也迎接慕名而来的游客 如果旅客坐火车来波尔图 从圣本堵车站一下车 就会被浓厚的历史 华丽的装饰所吸引 但是作为创业者 杨国航和关利丹 当初从法国来到葡萄牙的时候 完全是另外一番感受 那时候波尔图是很破的 还没发展起来 那时候跟巴黎比起来 我跟他讲 这个是鸟都不拉式的地方 我们走吧 回去 当时我们就和我阿姨 我们两个人在波尔图 那个老的那个画行那边 然后我们两家人就和开了一个 同装的批发 两家人一起坐 坐的话也挺开心的 住一个房子每天 进进出出的也挺热闹的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情 因为当时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想开车行 因为他的专业就是修车的 他的理想也是想开一个自己的车行 国航在中国学过汽车维修 在巴黎也累积了几年的维修经验 结婚之后 因为太太立单 有葡萄牙的劳工居留 所以他们决定来波尔图开修车厂 但是这条创业之路并不容易走 刚来这里的时候 在法冷里面还没有任何人 是从事这个行业 我们是首家的 就是在法冷当初 印象当中 这种算是一种技术性的 又是科技性的东西的话 这种好像就是属于外国人 他上产的 中国人应该这方面应该是做不了的 他有这个观念在里面 我们当时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然后有人叫我们服务 我就拿着工具箱 可能在马路边就搬来把这个事情做了 然后那时候我的太太的二阿姨 她有个批发的店 她后面有个空地 空地的话 我就是在那空地那里修理 然后我们就在露天修车 哇 好辛苦 然后她也病了好几次 肚子疼啊 或者是半夜三更的 她也不敢叫 因为语言也不好 也怕去麻烦别人 然后反正那段时间是 感觉是我们出国以来 比以前艰难的日子还要更艰难 就说真的不知道 我们这个一门心是 谁要开车房 地点也没有 然后升降机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拿一个清津顶 把车子顶起来在那里修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因为我们现在修车都是很现代化的 但是当时条件不允许啊 有一次她在那个修车的时候 当时设备是最简柔的时候 然后她趴到车底下 然后那个千斤顶 好像是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 那个车就压在她的那个胸上 那次把我们叫人给吓倒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年轻吧 都透支 也为了事业就是满腔的那个热血 好像也不管不顾的 就是这么这么那么艰难的 总觉得哎呀有希望 我可能哪一天主 可能恩典临到我们 我们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当时都是 都是在那边祷告着 就是给自己打气 反正就是这样很难的 越是艰难的时候 他们夫妇俩就越依靠神 丽丹从小就跟随外婆新主 不过实际上 她是来到葡萄牙之后 才走入教会 真正开始了解基督信仰 而国行是因为太太立丹的缘故 才决定相信主耶稣 但是当创业面临困难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反而更加坚定 后来的话顾客多起来的话 然后我们就出了一个仓库 当时工作服也没有 那个衣服嘛 脏细细的是吧 那个手脏什么机油那个 就不够专业 然后人家来了 其实想给你修 因为都是好吃 也不敢给你修 所以那几年的话 我们哪怕就是有了自己的店面的话 其实我们都一直都是在亏本的 但是亏本的那几年 我感觉是我们信心最好的 艰苦的时候好像也特别爱奉献 然后呢也感觉就是说 特别想信主 特别想靠主 从路边修 就是专门修修亲戚的车 然后亲戚带朋友的车过来修 建立起了信任 一直到租车房 这个过程 看得就是说心里很难受 但是也很感恩 每次有节日的时候 我说姐夫送你什么了 他说送了送了 送了几千块 我说不错 我说姐夫 姐夫很厉害 他说对啊 送了我一套Boss的扳手 螺丝刀 然后又过的时候 我说姐夫又送你什么了 送了我一台十九万的电脑 我说哇 姐夫好有才 他说修车用的 不是 不是普通的电脑 我说 嗯 没错 我说姐夫 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 靠着主的带领 主的恩典让我们 然后我们慢慢地把我们这个 这个车房的该设备 慢慢地添加 都添加起来 添加了起来以后 又靠着主带领了更多客人来我们 创业虽然艰苦 但国行勤勉认真 慢慢做出口碑 修车厂也渐渐上了轨道 立丹就开始考虑想生个孩子 我是04年结婚的 06年的时候呢 我也想生一个小宝宝嘛 然后那个荷兰的那个 陈牧师陈师母过来 就去我车房里面就为我祷告 他说主啊 他说 现在他说立丹姐妹 国汉弟兄姐 慢慢地也稳定了 他说那么 求主耶稣 他说赐一个小宝宝 给他这个家庭 当时那个夏天的话 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个神学课程 然后我就跟那个陈师母说 我说师母 我说只要我这两个月怀孕了 我就去上神学课去 然后 真的师母走了 我又怀孕了 哎呦高兴 然后我说师母 我说我那个怀孕了 师母说哎呀太好了 她说姐妹 她说那你去里斯本 她上神学课吧 我说哎呀不行啊师母 我说现在很累啊 我说我想在家里休息 结果还没过两个月 我有一天早上起来 肚子很疼很疼 然后就去医院里面都叫救护车 就疼得就是站不起来了 然后又去啊 那医生说情况不好 然后就公外孕 然后我当时也是稀里糊涂 我觉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单子 什么叫公外孕 然后就经历了一个小磨难 哎呀在那里哭得稀里哗啦 稀里哗啦就觉得 当时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不公平呀 我说为什么别人都顺顺利利 我说我这稍微有点什么 因为之前我真的祷告 我都是跟主这么说 我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你对他好 为什么你不对我好 然后我很生气在那里 反正呢那几年心里面都是 也去教会当心里面对主耶稣 都是带着一种气的 每次一祷告我就说你就是不公平 我就听听打电话给小丽姐妹 因为有的时候 感觉好像外表看起来很坚强 实际上内心也是比较脆弱 我跟小丽姐一拿起电话 我就在那里哭啊 然后小丽姐妹就安慰我 她说哎呀 她说你不要这么想 她说所有的事情 她说只要主能让你发生的 发生在你身上的 她说我们都要感恩 当然之前我听不进去 那几年一直听不进去 我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好像真的很不公平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太太的话 然后就是我们结婚了七年 按正常来说结婚七年 早就应该有小孩子了嘛 对啊 我们结婚的七年都没有 然后看到别人家里已经结婚了 然后都有孩子了 自己还没有啊 她心理上这也会有压力的 看到别人的那个小宝宝啊 然后很可爱啊 只要谁在边上说一句 哎 姐妹 抓紧时间生哦 灵灵越来越大了哦 其实她是一句好意无心说的话 但是在我们这种情况的耳朵听起来就特别的刺耳回去 越想越生气就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呢为这个事当了后方教会还有牧师他们都有为我祷告嘛 然后我自己我们两夫妻也有祷告 但我心里还是很平安 因为我想是这样子想 第一 现在小孩子给你 你想怎么样来教导他 我们自己都在流浪还住在仓库里面 冬天的话都冻得不得了 然后又潮湿各方面 你没有一个家 小孩子给你不是已经受苦吗 孩子也是主恩赐给我们一个产业 等于也要把他照顾好 然后有瓜汉弟兄真的 我也很感恩 他说不要哭了 他说有什么好哭的 他说管别人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是主耶稣给我们小宝宝 我们妈就生 没有 他说当时我们两个人环游世界去呗 我说对啊 是啊 我心里想为什么要哭啊 不哭了 然后那次一放松了以后 然后为这个事 我就好像没有再捆绑我了 就等于说那个时候 他心态已经放平了 当他真的放平的时候 就是神开始做工的时候了 就边上一直看着 他其实怀孕的 知道怀孕的以后 他前一天晚上 他还在跟我那打乒乓球 打得很激烈啊 然后知道自己怀孕后 第二天他走路就好像 怕踩着蚂蚁的一样 自己都不敢相信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历史文物是越悠久就越难得 不过讲到汽车维修 当然是追求更先进 以及更专业了 走入国行和立丹的修车厂 可以看得出 他们的设备工具都非常的专业 而之所以有如此高标准的设施 其实和他们遇到的困难有关 12年的时候 我的那个车房不是给别人查了吗 市政府的 税务局的 还有一个部门是什么都查的 然后几个部门联合到我车房里面 当时车房里面缺了一个纸张 所以说凡事都是好的 我之前我巴黎过来 我知道的 要专门办一个那个 可以在这个仓库里修车的一个纸张 好像营业纸 我们营业纸有 但还要再多加一个 我当时跟会计说 会计说不用的 他说葡萄牙 他说没有人需要办这个 所以没有办 一查起来的话 这个没有 然后呢 我们那个喷漆房 不是有那个烟囱吗 那些肺的 那个肺油漆 不是要往天上排的吗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平常也是要找那个部门交钱的 我们不知道 然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要罚款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然后最大的有账罚款 罚款当他就说 两万五到十万块 别的都还好 那几百几千啊 我们交起来也方便一点 你说他这个最低 两万五 然后到十万 那这个的话 他可能罚的话 或许他是按最高的罚 因为 往十万欧元罚的话 那我们也很吃力 因为毕竟不是说做什么大生意的嘛 是吧 然后为这个事 我当时也就是在祷告 又开始在那里 好像之前的那种属灵光景 心里面 表面看起来其实都挺脏 但是心里面是不正常的 在那里怨啊 心里面就说主啊 我说你看看 我说你啊 帮我一下吧 我说这么麻烦的事 我说我能去 去找谁呢 我说我只能找你帮我呀 但是 一直主都没有帮我 这个事情是主应许的 允许的发生的 不要太去担心 他们是说 你好像不是你的事情一样 好像不是发在你身上一样 那我说那还能怎么样 祷告交托了 我就这种能力 就只有这一点能力 我们做的 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接下来事情交给主了 就这样 不要再刻意地去撞这个牛角尖 不需要 好像说那事情发生 要不要找律师啊 要不要叫人啊 就怎么样 都不要走 祷告完了就这样 我姐姐呢 虽然有的时候会软弱一点 但是我姐夫在这个时候 他真的是很刚强 他会看得云淡风轻 你觉得有种重感觉 然后在我姐姐 有点心里起伏不定的时候 我姐夫就开始来稳住他了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发生的事情 有两方面 看你是怎么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主的美意的话 你肯定会想 以后这个事情的话 你再回头来 要感恩 如果要不是 葡萄牙这个政府部门来查我们的话 我们也不会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会一直停留在原来那个阶段 真的要感恩 就是通过他查了以后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 再把它补充起来 把所有该医治病的一些纸张 按他们法律的规定的东西 我们都给他补齐了 这个也是主的恩典 主只不过没办法跟我们发声 他通过当地的政府部门告诉我们 这样想想是主的恩典 如果他没有来查我们 我们还是跟原来一样 没进步 查了我们就进步了 虽然一起等待罚款通知 但夫妻俩的反应截然不同 国行无所畏惧 信心坚定 但立丹始终都不放心 内心也对神有埋怨 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夏令营 11年的夏令营 邀请我去参加我不去 然后12年的夏令营 我又不去 然后13年的夏令营 当时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荷兰的我们的师母 还有我们的里斯本的那个陈牧师 就说叫我去 我是觉得好搏他们的面子 然后13年我把约瑟雅带去 参加那个夏令营 第一天待着就 整个人就很烦躁 好像就很想回家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第二天呢也很想回家 快结束了那两天 然后牧师跟我说 那你就做一个 我们结束做一个那个见证嘛 我当时我也说 我说好 我就答应下来了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做见证之前 不是自己还得超超歇歇 然后不是圣经拿来 想说自己准备一下 因为很久没有见证了 然后见证之前自己就祷告了 又睡啊睡觉了 哎呀我祷告完了以后 我就自己在那里我就哭了 回想一下 我说很亏欠 因为这么多年好像 好像心里面那么骄傲 虽然别人看 或许看不出我骄傲 或许也看得出 我说的这个骄傲就远离主的骄傲 就觉得好像我不需要你了 你不用在我的这个内心当中 好像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那天祷告完了以后 我自己也觉得好像 真的很亏欠 然后那天我自己也哭了 然后第二天做见证的时候 然后我就当着弟兄姐妹的面 我就说我说主啊 我说我现在 我说我要立定心志 我说我要再次的跟随你 我说我要为主使用 我要尽力量 我自己要努力的去为主做工 然后我说请弟兄姐妹 也为我祷告 我说这张两万五到十万块钱的罚款单 我说求主能够让我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然后就那天分享完 我就很开心 这次分享之后 立单放下心中忧虑 开始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 带领师班 带领小组 同时他们的修车厂 也都稳步发展 但就当他们以为罚款单 已经石沉大海的时候 他们收到了一封信 一来信我就害怕了 看到那个市政府的信 我想完了 好像要交钱的时候 日子肯定到了 战战兢兢的和国汉弟兄两个人 我们就去那个警察局 因为这个信是在警察局里面 去领 你来取信是吧 我说对的 然后他就给我们了 拿出来一看 我说主啊主啊主啊 心里面就默念 我说千万 我说不要超出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 我说最好给我们一个圆满的决局 然后我们信门一打开 然后一看 我说叫警察 我说你能给我们看一看吗 我说到底是什么信啊 里头说什么 有警察说 他说你拿着这个信他去市政府嘛 我说去市政府 他对啊去交钱 然后我们就看 我一看说不对啊 去交钱 为什么只有三十多块钱了 国汉我说国汉我说你看看 然后他说对啊 他说三十多块欧元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赶快 马不停停的 因为警察觉得市政府也挺近的嘛 我们就去交钱 然后跑到市政府里面 把这三十多块钱我们就交了 大致就是说 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测诉了 各个部门 如果15天以内 没有人起诉你们的话 他那么这个事就了结了 再讲白一点 那三十几块钱是一个测诉会 他不起诉我们了 他把这个案件撤掉了 测诉 测诉的这个费用的 这个手势费要我们付 是这个意思 但是几年下来 他测诉了 我们的纸张也补齐了 当然很感恩 哎呀我们两个人 马上就感谢赞美主啊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祷告 特别的开心啊 我就觉得好像 这真的是 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是主耶稣就说 因着这几年 我在教会里面 我就付出那么一点点的努力 然后主耶稣 我说这么大的恩典就给我们 幸福是 这些现在拥有的 感谢上帝共益 幸福是 很想自己领受的 教别人的利益 幸福是 相信神经色写的 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是下重点给神的 因他必看不你 每经历一个困难 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更多 信心也更多 李丹从遇到事情会埋怨 努力转变为顺服神的带领 而国航就有一颗喜乐的心 将困难示被祝福 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喜乐 喜乐是良药 好东西我们要学会去感恩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得来的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如果是碰到不好的东西的话 我们会很乐观地面对 这个是主所应识地 给我们的一种考验 一种锻炼 之前我就老是觉得说 一个是为什么 一个是说不公平 就是说这两个字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我就觉得我可以 以感恩的心顺服 这些痛苦 这些挣扎 乃是上帝包装好的祝福 让他经历上帝 现在他们再也不会离开上帝 就是因为借着这些苦难 让他经历到上帝 一步一步一步地带领他 没有被经过历练的人生 我觉得这不是真人生 没有经过被主试炼的人生 我觉得我就不能彻底地认识他 然后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他 让我有困难 我也感谢他 在困难过后他帮助我 主教座堂 在一次次重建和翻新中 形成了自己的建筑特色 而国航和立丹的生命 也在一次次的磨练和等号中 学会顺服 变得更加坚定和喜乐 多谢大家收看恩宇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未经许上让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热线电话 在一起填电话 感谢观看